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讲一下一宗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在澳洲玩完后回香港 有个四岁的男童 买了新冠之后,就严重肺炎 我提过大家了 为什么说疫情未完呢? 因为澳洲在圣诞新年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波新冠疫情 为什么呢?因为在圣诞新年很多人出街 还有大部分人去商场行都不戴口罩 你说为什么他们不戴口罩又不会弄得这么严重? 那些年轻人也不戴的 澳洲的年轻人也不戴口罩 为什么他们什么事也不戴口罩 那些年轻人也不戴口罩 我提过很多次 这些小朋友 打疫苗是必须的 不要说这些会心肌炎 如果你真的看这些数据 心肌炎的风险是很低的 这些小朋友最惨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他是没有打疫苗的 他说四岁不能打疫苗 不是,四岁可以打疫苗 六个月以上已经可以打了 其实是新冠疫苗 而且新冠疫苗 我们这里的医生 因为我有个亲戚是医生 他说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 那些人中了新冠疫苗 很多时候 免疫系统就弱了很多 年代就会中其他东西 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 也是有的 有这些案子的 所以 那些人说 现在不用打疫苗了 疫苗是骗人的 那我就告诉你们 这些说法是荒谬到极点的 以及 不要听香港某些官员说 疫情已经结束了 自己 不是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说 跟病毒共存 就是共富旺存 现在自己做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管 对不起 有些事情我是没办法不说的 你说现在你针对现任的官员 不是 他没有做官员的时候 他做院长的时候 压制压摩洛哥 做官员的时候 实际上 没有出来叫人打疫苗 做其他事情 当人不记得他们在疫情期间做什么 这些事情 卫生防护中心昨天 就说 在调查这宗四岁男童 就是严重肺炎的个案 其实是很惨的 如果你小时候 试过严重肺炎 是可能有长期的后遗症的 因为他惨得如何 他是要进去 儿童心切治疗部 这件事是很严重的 其实是很严重的 CM James Ho 说 上次打新冠加强劑 指明姑娘打右手 姑娘问为什么 跟他说 右手距离心脏远一点 他也肯帮忙打右手 其实最主要就是 肌肉的量是足够的 如果你是打伏必泰疫苗的话 他是有一个风险的 就是 当 疫苗打进去血管的时候 就很容易有心肌炎了 其实问题就是这里 那么 何里翁就说 还一下子放松抗疫要求 是的 说真的 有些人 你看他做什么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 他严格来说 是一绿症棍 不是 对他自己的专业 就是诚实的 这些是仆街来的 那 那 那 当然 现在说一下那小孩怎么样 他其实一直身体健康的 那 他上个星期五 就在澳洲 發燒 咳 有痰 和疲 那 前日 大前日 1月1日的时候 回来香港做新冠快测 就确诊 但是很奇怪 为什么不在澳洲做一做呢 就是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那 之后 前日1月2日 就呼吸困难 带了去私家医生 和 屯門医院急症室求医 接着就进了 儿童ICU 结果就是严重肺炎 那 卫生防护中心 的消息就说 这个病人 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所以 不接种疫苗 是很严重的 再说一次 别人外国人 为什么不戴口罩 那些什么东西都没有呢 他们打疫苗 澳洲是打到九成多的人 打疫苗 还有 那些人 有二架疫苗的时候 比较多 他们也是 比较多的 那好了 他家里三个 家居接触者 都是有病症的 还有一件事 提醒大家 坐飞机一定要戴口罩 还有 你不要 在澳洲 有几间机场也是这样的 他们的后机室很逼的 识离机场也是这样的 麦尔本机场也是这样的 很逼的 别人把后机室都放在后机室的时候 你又放在一起 是很严重的 这些是要自己避免才可以 好了 荷里奥就说 在澳洲有个人看医生很贵 不是 不是很贵 约90元澳币 约90元澳币 约90元到100元澳币 其实你贵也要看的 你再加上药就会分开 如果你是 不是澳洲人 药那里有三十多元 加上百多元就能看得到医生 所以你说很贵 不是 不是 香港看好些的西医 都是一千元的 通常是几百元 但是好些的都是一千元 澳洲那里 他们有些医生 是可以看外国人的 他们收100元左右 即是有些是九十多元 加上药 要分开买 你生病就要看的 我的看法就是 CM James Ho又说 我打五针都中 但是轻症 何况不打的人呢 你根本要去多人的地方 是要戴口罩 现在卫生防御中心 都提醒大家 搭公共交通工具 人多擠逼的地方 应该都是戴外科口罩 我呢 就直接戴N95 到现在也是 如果人多的地方 我就戴N95 人少的地方 可能就戴普通口罩 或者不戴 但是 我的看法就是 疫情一直都未完 如果你 觉得 舔了之后 有其他身体出问题 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自己放任 但是 你知道自己舔了之后 身体会弱 还会舔其他东西 那你当然尽量预防 其实就是 那封锋就说 现在也不是了 很多香港人直接到内地开厂 开品牌 其实就是这样的 他一定要自己做回厂 否则 你找人代工 那件事很快被人抄了 所以那些人做 现在的做法 就是如果去到内地 去那间厂 一定要自己的 因为一抄更快 你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 就是那件事抄了 他比你那件更漂亮 那件 糟糕 就是在内地做生意 最难就是这样 那Pat Tran Wong就说 我的孙女 那些疫苗全部都打了 回了几次 深圳都没事 还有我们出街 就一定要戴口罩 疫情是未完的 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 在澳洲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圣诞新年 根本 疫情又有一波 之前我也提过 我们这里每个星期 都会报 有几多人 因为新冠而死 那条数据一直都在 几十人的范围里面 就是每天死几个 每天死几个就很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病毒是弱了 但是也是每天死几个 只有五百万人的地方 每天死几个 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不报出来的话 其实 大家是不会警惕的 我觉得就是 所以 有些东西根本是要 有些东西是要说出来的 好了 算了 我说到这里 当然我说这些 没人听的 不过 也是要说的 有些人还说 戴口罩没用 如果你身体很好 真的没用 但是如果你是健康状态的人 你不戴口罩 你可以很漂亮的 好了 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讲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儿 每天认识的 我们要小心 在这边 搅拌摸 一边 不希望 能不能不服用 你 降温 到这里 快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